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亚洲杯后,中国足球的头等大事,就是3月份开始的2020年奥运会预选赛。 根据赛程,2020年东京奥运会预选赛第一阶段,也就是明年的U23亚洲杯预选赛, 将在今年3月打响,与国奥同组的对手,有东道主马来西亚,以及老挝,菲律宾。 看起来实力不算强,但实际上,马来西亚在去年的U23亚洲杯上打进8强,而中国男足则在小组赛中折挤。 不过,根据本届奥运会预选赛第一阶段,即U23亚洲杯预选赛的出现规则, 11个小组的头名,以及5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二,都能获得出现选,可以说难度并不大。 对于如今的中国男足来说,任何一个对手都不能小觑,因此,备战工作就尤为重要了。 为了备战本次奥运会预选赛,西丁克也公布了最新一期中国男足的大名单。 在这份27人大名单中,上岗成为国角大户,一共有5名球员入选。 包、阔球迷熟知的胡靖恒和陈彬彬,以及陈薇、李申源、雷文杰。 恒大的冯博宣、杨丽鱼和郭靖,也虚数入选。 其他方面,落选了亚洲杯大名单的国安门将郭玄博,也当然不让地出现在这份名单当中。 需要指出的是,本次名单中,一共有5大海龟入选。 其中,葡萄牙共多马尔,一共有4名球员入选,成为本次名单中的第二大国角大户,他们分别是姚道刚、黄船、黄葱、盐鼎号。 值得一提的是,效力。 于葡萄牙及马良斯,身强体壮的中风扇欢欢再度入选西丁克的中国男足。 众所周知,年轻的善欢欢出道于北京国安,目前在葡萄牙青年联赛效力,在吉马良斯弊队,善欢欢屡有剑弓,一度是球队的最佳射手。 这名守卫在中超出场的99后球员,曾经一度被英国卫报评选为2016年60大新星,相信西丁克也对他寄予厚望。 比较遗憾的是,中超最佳新人黄紫昌,因为伤病问题无原本。 次集训。 根据安排,本次西丁克将带队前往西亚阿联酋迪拜计划,进行三场热身赛。 本来,热身赛的对手包含澳大利亚,但因故取消。 目前确定的比赛,包括对阵阿联酋国奥队,相信这场比赛,对于国奥队的备战非常有价值。 赴,中国U22国家队,27人大名单,27人名单上岗,陈威,李慎元,陈彬彬,雷文杰,胡靖航国安,郭全伯天海,马震,温家宝,吴伟,张元当代,王子祥,尹聪耀绿城。 樊金明,同磊申花,朱晨杰,蒋盛龙,刘若凡恒大,郭靖,冯伯轩,杨丽于华夏,徐天元仁和,曹永靖葡萄牙贡多马尔,姚道刚,黄船,黄葱,黄葱,严顶浩,葡萄牙吉马良思,善欢欢雄尔轩。